所以妳跟郵亮有什麼關係都沒有 我舊船 剛才我是她的大嫂 她是我的小姐 我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這樣我怎麼會覺得 郵亮對妳的關心 妳對我會比較多 剛才危險的時候她所先救妳 那不是因為妳有信 是因為她對妳還有感情 我的日常還有台東 我說得很清楚 不過洪郵亮她怎麼想 我不知道 妳也跟我沒有關係 對 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人 是我的老公洪友智 郵亮別跟我說過了 她想要把妳放不去 不過是我沒辦法奉行 是我一直在提醒她 還會記得妳這個女婦人 我認為郵亮這樣說並不不對 所以郵亮她就標台 她像她之前 向妳求婚的手指擔掉 甚至把手指的手指擔掉 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過 我沒辦法相信妳 妳以為我看不到她的心 是不是真的把妳放下 妳就是妳在這樣亂想 這麼真正的影響 就是妳跟郵亮的感情 對我瞭解 不過現在不是我在在提醒 要記得這個女婦人 是那個女婦人 在她的面前走來走去 就算說郵亮是要把她放下 我看也是很困難 記得妳這麼不放心 我會盡量欺騙 盡量別在郵亮的面前出現 這樣讓妳安心得不可以 都住在那邊一間家裡 是要怎麼欺騙 不然妳要怎麼做 妳才可以安心 我有一個辦法 就是妳跟郵亮搬出去 我才可以放心 妳跟查理要搬出去住 媽 這是吃不是搬出去 還是因為都沒回來 不用在那裡洗髮袋 小萱 妳說 在家裡住在好好的 是怎麼一定要搬出去 媽 我剛才不是更 媽 先問我 給我說 媽 其實這是我跟查理的孫心 因為我兩個都要不然公司 但是還有便宜的事情 所以結婚之後 我也沒有去度蜜月 不知道想說 先暫時搬出去 還會吃兩人室子 有啦 如果這樣 油亮到明月 就不用換房間 家裡也不用重心中風 交叉就不夠了 而且我們家已經算了 到便宜到公司也比較近 甚至小萱想要回去 看我的囂張也比較方便 你看 這樣是不是一間二間 顧你的頭 你剛才我眼睛找不到 都看不出來 這兩天出來的氣氛就是怪怪 不然你們兩個兄弟 感情不猜就以前才好 小萱還有明月也是怪怪 還有明月跟油亮 那個紅毛不知道你結什麼 是不是一定要我收起 你們這麼輕人告訴我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沒有啦 真正不得事 明月 油亮 你給我出來 媽媽 什麼事 小萱還有查理說要幫出去 這件事妳知道嗎 你們什麼要幫出去 你們這幾個孩子都在寫什麼忙 我都在閉嘴問 我都不說 記得 媽媽問我就直接說了 明月 好 我跟油亮開始想但我意見不好 不過現在真的沒事了 在這裡小萱打理問 要不要的時候就自己的爸爸 所以我這個時候就在辦完 變 這個時候變 你真的懂得你媽這麼好朋友嗎 好 你如果都沒話說 要母到要幫出去也沒關係 如果真的要幫 查理還有小萱不能幫 明月還有要幫 媽 媽 你真是大小的心 明明要幫出去的人 是大小的 就讓他們幫就好了 為什麼我跟油亮要幫 因為我要告我的天孫 媽 好啦 不要再說了